相信 令我的渴望见到彩虹 仍相信朋友们 请不放松 等个数月领略一遍昌风 我是生受其害者 我在家里面过去 在日本中都是家破人玩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但是这次 因为这个已经成为历史了 现在应该从 不要往后看 相信这次访问 有助于来推进 两国防务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来增进双方的安全的互信 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全面的发展 这次是马述场地之多 之后是港台制作的吞窗站 正辛苦的还在后头 因为股市持续低迷 马政府声望 直直落 台下的刘兆玄听了脸色凝重 原本是要画家长的场合 顿时变得不轻松 我希望各部会的首长 能够多安排下乡的行程 我跟你保证 你下次在立法院打询 你声音就会比较大 因为你去过基层了 你了解基层的情况 要隔远皮绷紧 只是自己的螺丝却有点松 先前跟立委参训时 曾表示不鼓励剪体制 但这一晚说的不一样 刘院长唱牛日月谈的时候 也曾经说过一样的见解 马总统换了说辞 让马刘这下不用再被说 不同调 TVBS新闻欧国强 蔡峰泽 廖方杰 特别报道 马政府动起来 抢就跌了超过1500点的台股 下午TVBS镜头独家捕捉到 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 和财政部长李树德 以及内定金管会主委陈述 大动作找来大批外资高层 到郑齐慧喝咖啡 向外资信心喊话 希望今年卖超800亿元的外资 能够回流溢注台股 不出会场 这些外资高层一个比一个低调 却各个大有来头 今年可是联手卖超台股 高达800多亿 为了挽救跌跌不休的台股 行政院紧急找来他们喝咖啡 大打强心针 国外资他们虽然有卖 但那钱没有什么汇出去 那国安基金会不会进去 我们都会来做全面性的检讨的一部分 信心喊话 财政部 金管会主管全都到了 长达三个小时的咖啡 外资信心真的被稳住了吗 有信心吗 有 我们是觉得说新政府觉得 其实真的是很努力在做事 但是在全市长暴跌的时候 可能要很快的拿出一些政策方法 或不会打算买超台股力挺新政府 外资保持低调 为了挽回这些外资的心 行政院释出利多善意 他们是建议要多做一些库长股 那么他们认为库长股 也是国际上的一些正常的做法 行政院打算掩拟金融松绑留住外资 只是遇上国际油价再创 每桶142.99美元新天价 加上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持续探底 国际经济环境被看坏的窘境下 台股能不能靠这场咖啡会杀出重围 星期一的台股涨跌成为观察指标 TVB新闻综合报道 看来马政府上任 马上好这张选举支票 真的让行政院长刘兆环压力很大 这一天国民党执政后 第一次的县市首长协调汇报上 刘兆环主动说出 要把马上好修胜为马上渐渐好 第一次参加国民党县市长协调汇报 行政院长刘兆环特别挑了件蓝色的衬衫 一开口忍不住先为内阁到目前为止的表现还夹 第一个月来背受马上好这三个字的压力 我说其实这个马上好当竞选的时候一句很好的一个口号 我们稍微加两个字 因为现在选举已经选完了 是马上渐渐好 马上好是至胜口号 却也成为最银科的监督标准 刘兆环维内阁团队求饶 更把握着难得机会 把副会首长都带来 跟县市长们搬干净 当这个主席提到还有县长 要在新竹来办这个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好 所以我特别要请我们的部长们 还有秘书长 一定要全程来参加 把身段放得很软 回顾上任满十天 当时的刘兆环态度可不一样 信誓旦旦要以掌声收场 但眼见民调下滑 股市重挫 刘院长只得赶紧 信心喊话 口号做不到就成了空投支票 刘院长把标准从马上好 下修到马上渐渐好 如果慢慢来也做不好 就再没有退路了 TVBS新闻正光导 辽方杰台北报道 来试试你的胆量 还记得发生在彰化20 一家五口一四自焚的 红若潭旧宅 在退休医师里 事件买下 这是旁边正进行污水 下水道工程的工人 好心用绳索绑住货车 再用堆高机将货车掉高 脱离坑洞 没想到绳索还没解 货车突然往前开 堆高机一倒 压死旁边的耐性工人 还没解开来 他一开走 我们那个车就被拉倒了 拉倒我们工人就压死了 事发后看到博游路底下 竟然是两公尺深的掏空坑洞 而小小意外酿成大祸 货车司机更吓得说不出话来 我叫他放了 他说放了放了 对 所以你不知道有这样的严重 货车司机虽然也是路面坑洞的受害者 不过工人好心却送命 警方将货车司机以业务过失罪 移送法办 TVCN综合报导 提醒您 肠病毒疫情持续攀升 一直到星期六为止 全台累计一共有267例肠病毒重症 而台北县也开始规定 5岁以下幼童不能进入游乐场 仔细消毒每一颗塑胶球 先用西式漂白水洗过 再打包回工厂二次消毒 连进球之前也要双手喷酒精 游乐场业者对抗 根据国民党修正的地方制度罚草案 各地方甚至政府 从科长一级主管到秘书长 不但可以立刻提高职等 还可以立即加薪 就连未来的退休金也马上涨 甚至还可以把年资 往回追溯一年 引来自肥的批评 这案子连署的立委蓝绿都有 而且已经悄悄竞赴二度了 一个错误的决策 或是比贪物更严重 所以应该是 能够先让公务员的心稳定下来 不算自肥就对 不能一直拿财源 这个拮据来做挡箭牌 这个绝对没有什么自肥 做多少工作领多少钱 薪水好久没涨 有人大方力挺 但是景气有够差 股市又跌不停 这时候帮公务员调高 只等加薪水 有人梦摇头 是否应该追溯 这个就任何的法理上 是不应该的 看我们的国家的财政能力 其他行业会不会跟着造成一个跟这个其他的问题出来 也要做整体的评估 这样的组织调整方案 让地方机关首长有了加薪机会 但社会观感问题算占自肥 老百姓的感觉很强烈 TVB新闻 郑光达李国正林秉仪 台北报道 马总统上任后过去两次下乡都住在军营 不过总统对于他在选前 对当选后继续住民宅的承诺相当在意 TVB掌握的消息 对下乡住宿 马总统已经指示不住饭店 第一顺位就是住民宅 不过为安人数太多 要住民宅真的不容易 幕僚目前规划 要在屏东南投二选一 就任总统后 拜访Long State曾经住过的民宅 总统看到老朋友 往事历历扶上心头可开心的类 根据TVBS掌握的消息 总统上任后 请幕僚规划两周一次的下乡行程 住宿上对于民宅 还是念念不忘 最快在7月4号 也就是下星期五 就可能如愿 地点目前以南投或屏东二选一 等待下周一幕僚会议 还是在落实 很非常多些 我们现在村庄里面 是车子都没有办法通过 现在我们村庄里面 还有两三百个人 在村庄里面 要回家看老人家 那现在摊放过不去啊 过不去啊 只好走回去了 没错 家园竟在眼前 却被一块又一块的大土石隔绝 这下只能折返 受困村民暂时没有断粮危机 不过还是得担心山壁 不断崩落的碎石 他们两部车子呢 才差一点点被压爆 在这里 很危险啊 怪兽干净抢通战时 已经能让机车通行 但为了安全起见 村长说晚间七点过后 就会封路禁止人车通行 以免摊坊的土石 击中人车 TBS新闻叶凤达 SNG小组评论报道 台北市新一区著名的 四寿山步道 近几个月出现了连续纵火犯 沿着步道建立的良亭 或是私人搭建的庙宇